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边填起来 我叫王志祺也好 年龄现在是32岁 工作是这一个中间三局 项目副经理 三口之家 女儿是两岁半了 我是武汉人 我老婆是桑丘人 去年12分的时候 他这个软骨磨损 就带着小孩回桑丘去休养了 没想到这一休养 再加上这个中间这个疫情 过去了接近大半年 我也出入安全的考虑 所以就一直没有接他回来 刚好这个国庆 和中秋又碰到一起了 就把他娘娘接回来 我们这也算 我们全家团员吧 1月26号上午 公司着急治安 现场可能是人手紧缺 因为已经要开始 大面积幅开了 我就报名了 我现在想一想 好像没有什么犹豫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做一点事业 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搞建筑这一方面我很了解 如果说几天再建成一个医院 应该想得到 可能这种加班加点比较频繁 因为到了现场才知道 真的是已经超出我的现场了 挖机 塔吊 成百 甚至上千的这种 我是没有见到过这么壮观的场面 我们主要是做两不一模 地模铺设 我是在前线一直指挥 真的是到了暴风眼中心 可能内心就平静下来了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地方休息 每天能够超过三万步 很正常 因为必须得搞出来 不搞出来明天怎么办 明天医院还要接手了 自己还动手 去钉钉子 把那个隔板加固 你看胖康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累啊 只想睡觉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想做什么了 不想动了 哎呀 哎呀 真棒啊 哎呀 这小家伙 看看爸爸好不好 爸爸 看看你啊 对不对 嗯 嗯 我明天开车过来 明天 只要看到就是我老婆视频 我就把鸭腿叫过来看一看 爸爸 你想没有爸爸 嗯 爸爸没有想爸爸 爸爸再见怎么说 再见 拜拜 是这样 拜拜 是不是这样 再见 有想过 确实有想过 就和他们交流时间 基本上也没得特别少 除了晚上的时候 能看得到一下 晚上的时候 小孩也睡着着找 有时候不见得能去看得到 如果 见到女儿 就说 爸爸不是不想接你 确实是这个 碍于这种 实际情况 但是爸爸一定是想着你 没有说不想你 爸爸每天都在想你 每天对着你的视频 我都想哭 因为我觉得这个 不在你身旁的每一刻 你的生活可能会 空白很多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觉得 适合这个小女孩子玩的 两岁多的 两岁半 你觉得男子好看一点 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吧 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吧 信心来自于随时政府 所有人都是 迎减减减这一块 这就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型丸 第二的就是我自身觉得 我在武汉这么多年 武汉这种大江大河这种特色 给人造成了一种这种 大家都很具有这种英雄气质 我觉得这种城市不会差到哪里去 别人有它的未来 我小搬买的 这个有一个机器梗 还有一个它的发卡 还有一个这个 张木梁的藕粉也放到这里 来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再买了一个 我们这个马塔 我只是很平凡的一个人 大家还有那么成千上万人在那里 我只是其中一个过客 我有见证有参与 这就不错了 能做一些事情 也能让我女儿后续也看到 这个我爸爸确实也做过一种精神 这是当上车的第一顿饭 我爸妈还有我老婆 在这个包饺子 很温馨 对的 我爸妈爱不说的 我爸妈爱不说的 母亲爱不说的